老王为了解决张寡妇家用电问题 天灵盖一机灵 于是决定为张寡妇修建一座小型水利发电站 我们把水车安装在干燥的水坝上后 这时需要对接一个大电机用卡扣固定 以免电机转动时跑路 接着装上水闸门和小电机 按下开关闸门便会自动上升 随后用木板在水流前端阻挡 这时把闸门放下 我们吃完螺蛳粉静静等待水位上涨 水位差不多就可以把闸门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河水哗哗的流 水车轰轰响 河水冲击大水车 然后水车带动大电机转动产生电力 接着给风扇和灯泡接上插座 灯泡很快就亮了 电扇也转动了起来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全村人都来夸赞老王是个大聪明 有了这个装置张寡妇再也不用怕黑了 有喜欢的请点赞关注 每天分享有趣的手工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